现在留灯的是4号 21号 男嘉宾的心动女生 看大屏 制推 男嘉宾的制推女生是 纯粹好醋 林添加 恒顺精油 林添加香醋 为您揭晓制推女生 金洋洋 男士精致得体阳光浪漫 有自己独特的艺术审美和品味 非常有格调 在生活中要求高标准 感情中浪漫 温柔 非常喜欢伴侣的陪伴 女生时尚自信 传统内敛 非常顾佳 爱美食 爱情中看重精神交流 善于理解对方 向往心有灵犀的爱情 两人都喜欢美食 女生倔强踏实 男生内袖包容 会让两个人的关系越走越近 供两位参考 看一下四个女生的基本资料 姚佳 陆一 未来的生活 二 相处模式 三 恋爱中的我 恋爱中的我 平时不是很爱社交 所以只要一恋爱 就会全身心地 铺在男朋友身上 张静益 热爱生活 必不可少 便走便拍 热爱生活 嗨 早啊 终于又到了 鸡蛋的周末啦 享受这美好的一天 从早餐开始哦 现在我们就出发去采购啦 先买熟菜 然后买我爱吃的甜品 这个龙虾有点可爱 在异国他乡 待了六年练久的一生厨艺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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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些 都是我的拿手好菜 希望你也能跟我一样 热爱生活 静洋洋 这样的我 沉迷文字 柔中带刚 这样的我 我是一个看起来 可能比较甜美乖巧 但骨子里 会有点小强势的女神 我喜欢毛茸茸的小动物 所以家里养了只小猫咪 希望找到一个情绪稳定 生活在现实之中 却仍然对生活充满着 乐观与热情的男生 你会是这样子的他吗 赵秀雪 恋爱中的我 我的小幻想 细节控 我的小幻想 通常会幻想和男朋友的未来 幻想以后的计划 旅行等等 来 最后一个问题 问四个女生 最近一次出去旅游是什么时候 我上个月去了一趟西双百娜 就是因为泼水节嘛 然后跟小姐妹一起去玩了五天 应该是去年的十月份出差去到广州 然后空下来的时候出去去广州玩了一下这样 金瑶瑶 我的话五一 就是带我弟去那个审内玩了一下 就是任紫园去看了一下人山人海 男嘉宾好 老师好 我是四号女生 赵秀雪 今年22岁 来自南京 目前的职业是实习幼师 然后我上次旅游是上个月去了一趟杭州 好 你要做最后的决定了 选中间两个女生有可能被拒绝 你自己回去 另外两个女生 你可以牵手其中一个 你的决定是 我想牵手的这个女生 我觉得我可以跟她一起听着黑椒唱片 然后在每一个大大小小的节日 给她做一栋代表我心意的法餐吧 你出来给我的整体感觉 就是我会比较喜欢 我感觉你的乐趣品味跟我比较相符合 因为我小时候就想着要找一个 以后能给我做饭的 我就是觉得你很符合我想要找的男生的一个标准 恭喜男女嘉宾获得了 由港容蒸蛋糕提供的浪漫海岛助理 港容蒸蛋糕我对你是真的 港容蒸蛋糕好吃不上读 恭喜男女嘉宾获得 恒顺精油林添加相处礼包一份 我当时听到女嘉宾说想找一个会做饭的 然后让我多多关注她 我其实就是有一种碰碍心动的感觉吧 就一开始就觉得对女嘉宾有好感 就是男嘉宾一上来的时候 他有给我第一感觉是对的感觉 然后后面看了他的VCR 我觉得他做饭 然后包括他喜欢的歌跟我的品类 我觉得都比较相符合 我就觉得感觉对了 港容蒸蛋糕我对你是真的 让我们一起出发吧 21号就说了一次话 说我从小就想找一个做饭的 他找了一个非常会做饭的 他那一句虽然不长 但是他那种坚定的炙烈的表达 他真的喜欢这一款 而且女生说了喜欢跟他一样 平微的音乐 对 所以男生牵手的时候回复的也是 那我们就一起听黑胶音乐 就是你的每一个字我都记住了 祝他们幸福吧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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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